我每天的工作 其實都是很滿很滿的 然後非常累 然後我老公 常常會給我很大的壓力 就是希望我可以更好 然後呢 有一陣子 身體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然後痛完之後 然後心跳跳得很快 然後我就覺得不對勁 我那天就跟我老公說 我覺得我壓力好像太大了 我覺得有點不對勁 然後有一次 我們去逛基隆夜市 然後逛一逛 我突然覺得人很多 然後可能密集 然後那個喘不過氣的症狀 更明顯 然後我開始 不斷的 不自覺的 你沒辦法控制 它就 然後流不停 然後我 然後心很痛 後來我去看精神科 因為我就覺得 我不能再拖了 我覺得我這樣症狀 已經很頻繁了 而且是在一個禮拜內 我就去看精神科 它就說 我是 壓力太大 一個症候群 然後導致我喘不過氣 所以它就給我一顆那種 好像是那種可以立即解 解放你的壓力 情緒 對 所以立即放鬆的那個 然後後來我一度又 開始會這樣子 我那陣子都這樣 我一吃下去 對 那嚴重了 滿嚴重的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醫生 對 像雅蘭姐 來講的像是 恐慌症的一種發作 恐慌 就是會突然間 莫名的 然後就是 心跳加速 或是臉朝很 有些人會是 手指發麻 腳發麻 對 我也有手指發麻 發麻的感覺 然後有時候就覺得 心跳好快好快 就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有些人甚至會覺得很 好像快要死掉的感覺 會很緊張 甚至有些人會因為恐慌症 就一直跑到急診去 就覺得說 是不是自己心肌梗塞了 對 可是其實它是一個 在一個 自律神經的失調狀況 不要賺錢了啦 我老公都幫我當搖錢說 你自己也甘心被搖 對啊 來 我們看看第二個 睡著的病人 比醒著的更容易出問 什麼 睡著的還比醒著的更容易出問 以前要到各科去受訓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到精神科 有的時候會到腦神經科 那老師又特別跟我們講說 有某個藥 很好用 很多病人喜歡用 它是安眠藥 但是這個藥物吃了之後 很可能會有一些 請我們開藥給病人的時候 一定要提醒說 身邊一定要有人照顧他 看顧著他 這樣子會比較放心一點 你知道我們 聽到老師講這些事情 我們就很有興趣 然後偶爾中午大家同事同學 一起吃飯的時候 就會講說 我有聽說誰吃的那個藥 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有一個學姐說 我恨死這個藥了 大概一年多以前 他覺得工作也真的很疲勞很累 結果晚上睡覺睡不著 然後又覺得隔天一整天 又要工作又要照顧那麼多病人 他也知道這個藥物吃的效果很好 所以他就真的吃了 吃了之後前面一個月 很快就入睡 然後隔天早上醒過來 也不會有任何藥物殘留的感覺 然後也覺得睡得很飽 他就覺得很舒服 可是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他就是吃這個藥之後 他就覺得怪事出現了 昨天睡覺前明明有關燈 今天早上醒過來燈是開著的 昨天睡覺前 很可怕 有關電腦 今天早上醒過來 電腦打開了 還有在那個通訊軟體跟人家 聊天可能出 聊天可能出 好誇張 然後這個樓下的那個警衛 他跟他說 你半夜騎摩托車出去 那個鐵捲門升上來 要記得降下來 他才知道說他半夜 原來有騎摩托車出去 好可怕 然後他還會覺得說 我今天早上起床 我身上的衣服 從上到下 從裡到外 就換過了 全部都換過 結果最讓我學姐崩潰的一件事 那個年代 我們沒有什麼LINE 沒有什麼臉書軟體 就是純粹就是 要嘛就是打電話 要嘛就是他傳短訊 這個電話會有 不知名的來電 有對話紀錄 講話講了三分鐘 五分鐘 然後會有短訊上面寫 昨天晚上很舒服 有空在裡面 再來 學姐真的崩潰 他說他完全不敢 知道這個人是誰 他也不願意去 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他說 他就是告訴大家說 從此之後我寧願失眠 我也不要吃這個藥 對啊 好恐怖喔 最近跟朋友聊天 他就是這樣 他還開車出去 去找 比如說我吃了這個藥 我半夜還開車出去找李懿 到他家裡吃個宵夜糧還聊天 然後再聊天 但是都沒有記憶 沒有記憶 他眼睛是張開的嗎 就這種 就行動正常啊 就還聊啊 只是聊的內容 你會覺得很怪 這個人怎麼能聊這個 很怪 但還回去 也是一樣 管理員剛剛看到他說 你有的東西要捲啊什麼 他坐電梯他很奇怪 拿了東西就上去了 可是第二天起來 都沒有這些印象 沒有印象 對 就最近我們才聊天的 我有個朋友也是吃這個藥 然後他是一個就是生活規律 然後就是保持體重 有在節食 或是有在運動的人 結果他吃了藥 反正就發現自己怎麼 才發現他半夜都會去 把冰箱的東西吃光 對 這個藥 只有一種藥 就是說 有一次我那個 一個老闆打電話給我 三點多 跟我聊三十幾分鐘 我說你是不是吃藥了 他說他沒有啊 然後就掛掉 第二天早上我就問 你早上半夜要打電話回來 陪你笑我怎麼打電話給你 我連夜電話都沒有 我怎麼打電話給你 過十分打電話 不好意思 電話跑不掉的嘛 對 記錄不掉 所以你看 聊了二三十分 他都不知道有打過電話 一個三十六歲的男生 他就來找我說 醫生你一定要救我 我快要被告了 我說你為什麼要被告 他說因為我吃了安眠藥 我說怎麼 他說因為他之前前一個禮拜 是因為他睡不好 所以去診所拿了安眠藥 那吃了安眠藥之後 一開始都睡得不錯 結果到第二個禮拜 一大早 結果他 因為他們是分租套房 那隔壁分租套房 那個漂亮的女大學生 就來敲他的門 然後他就想說 他是要約我出去嗎 結果沒有 他就直接拿那個 手機的錄影 那個女大學生拿手機錄影 給他看說 你看你昨天晚上 來敲我的門 半夜的三點來敲我的門 然後呢 就我就開門想說 你是不是需要幫忙 結果你就進來我的房間 走了一圈 然後又自己走回去 好快喔 對 真的超快 你到我廁所 到我廁所拉一坨屎 你看 還不錯嗎 他非常 他女大學生就覺得 他已經被侵犯了 他想說 這樣子是不是要告他 就是 等於是有點性騷擾這樣子 然後那個男生 完全沒有任何的印象 然後他再來說 那是不是 他吃了安眠藥的關係 所以造成的 其實有很多 比較很短效的安眠藥呢 他那個藥效的那個 會 太短效了 所以那個藥效的最高點 很容易就過去 對 所以就是讓你就是好像 要睡沒睡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還可以走動 那那個時候就會把我們 所謂佛洛依德說的 你本來想要做什麼事情 可能平常你有 去抑制 但是呢 在你那一種恍惚的狀態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去做你自己 本來很想要做的事情 我自己就有一個經驗 因為我有一陣子非常 壓力非常大 然後每天都睡不好 我的 我大概就是 而且很頻尿 大概兩個小時 就起來上一次 兩個小時就起來上一次 所以我幾乎是 沒辦法睡覺的狀態 然後呢 我就跟一個朋友聊天 我就跟他說 我真的都睡不好 他就跟我說 我跟你說 我婆婆有一個藥 她真的超厲害的 然後她去看醫生 醫生給她的藥 她說真的很好睡 一覺到天亮 你知道 就是好康道修補的概念 然後呢 我覺得這是錯誤的示範 千萬不要學我 然後呢 我也沒有想太多 她就拿了一排給我 我從來沒有吃過那個藥 我有吃過其他的安眠藥 可是她都 她是長孝型 所以她入睡得很慢 然後這個我沒有吃過 所以我根本不曉得 吃下去會怎麼樣 所以呢 我那一天吃下去之後 我想說 應該有一小段時間 我才會睡著 所以呢 我就想說 那我先吃下去 然後我就拿了 因為我那天買了兩個麵包 我覺得都好好吃喔 我好想吃 各吃一口 我吃完我就要去刷牙睡覺了 我就把那兩個麵包 拿到床上來 那我老公在旁邊看電視 然後我就拿起來吃 我就拿了一個麵包 剝了一口 吃下去 吃完之後 斷片 早上起來 我找不到麵包 然後我說 我的麵包呢 然後呢 我說 該不會我吃完了吧 然後我就問我老公說 我昨天 該不會把兩個麵包都吃完了吧 我老公說 對 他說你昨天 把兩個麵包都吃完了 還在吃 對 垃圾是我幫你丟掉的 偶爾吃掉 對 然後他說你整個吃完 我說真的假的 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而且他說 我還有跟妳對話 然後我在吃的時候 他就說 寶貝 妳在吃 妳不是怕胖嗎 妳不要吃了 然後我眼睛 是有一點快要閉起來這樣 然後我說 沒關係 很好吃 然後我就說 我吃完了 然後他說我吃完 馬上就睡著 他說我昨天 還有把手放到妳的褲子裡面去 發現嗎 我說我完全沒感覺 他說因為他平常有時候都會鬧我 因為他都會故意把手伸到我褲子裡面去 然後我就會把它推開 我說走開 他說完全沒反應 我說好可怕 然後我完全是斷片的 早上起來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其實以後這種情形 他就要錄起來給你看 真的 然後妳才知道妳會有這種動作 對 還說我把手放進去囉 而且剛剛說那個 我自己本身超級有經驗 超級有感 因為我之前大學的時候壓力大 然後我也是嘗試我朋友就說 我跟你說這個呢超級好 所以妳一定要試試看 然後我一開始也是怕說有這種症狀 所以我一開始半個小小的試一下 然後說我吃完之後呢 就是我會馬上在15分鐘內 視線蘑菇膠 所以我那時候正在走路 走一走我就會突然這樣子搖搖搖 然後開始慢慢的眼睛變弧之後 我就發現不行 我要去睡覺了 然後但是後來 因為其實這種藥呢 它的劑量是會有抗藥素的 如果你一開始吃半顆 你後面開始吃半顆 你就沒有辦法睡得這麼快 睡得這麼好 所以後面開始加強到一顆之後 那個症狀就跟雅蘭姐非常像 就是有一次我就是吃完之後 我肚子還是很餓 我想要去買宵夜 我就一個人下樓走那個馬路 走一走走走走 我就突然昏倒 然後而且重點是 你一昏倒之後呢 你就醒 你就會馬上醒來 然後你就會想說 天啊 我怎麼會在這裡 就是中間那個也是一樣斷片 然後我想說 天啊 太可怕了 就馬上回家 就發現說這個藥 千萬不能就是吃完之後 去做別的事情 尤其是出門 超級危險 而且到後面你就會覺得說 天啊 吃這個藥實在是太恐怖 就是寧願就是不吃 一定 吃這種藥一定是 你準備好要睡覺 對 燈下去的燈全部關 就靜下來躺下來 對 你無聊個五分鐘 大概就斷片了 然後那時候還有就是吃完之後 我就睡著 睡到一半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有室友 我就突然這樣醒來 然後就開始講話 講 然後我之後就被我嚇到了 而且他說我那時候 眼睛是張開來的 我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這樣 嚇到不行 然後我就講完之後 我就這樣這樣 蹦 倒 然後繼續睡覺 然後早上醒來他就跟我說 你知道你昨天早上醒來的時候 第二天早上起來 從門口燒一大堆指甲 你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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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嗎 嚇到 所以說你知道你昨天晚上 睡到一半起來 講了一堆非語言嗎 而且完全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而且眼睛瞪大 他好像被附身 然後他 我之後就說我嚇死了 然後我就說我完全沒有印象 所以後來我就是寧願就是 可能用別種方式睡覺 也不敢再吃那種藥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